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 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国产电影的对外交流与输出 一直进行着各种尝试 作为一个民间奖项 华鼎掌自创办以来 不仅因评选范围广泛而受关注 同时更因为他所有的奖项都围绕着 中国观众的口碑而进行 因而特别受到好莱坞众多巨星 及业界的重视 本期的《天下宗幻谈》 特邀华鼎掌的创始人黄坤 亲临现场与观众谈一谈华鼎掌 请关注天下卫视粤语台 周六晚7点15分天下宗幻谈